马来西亚慈济八生之会举办了新洋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有92位的孩子获奖 而从今年开始 志工们可是每个月都会看孩子们的新洋联络部 也和孩子们分享了近思语 上台领取新洋奖助学金 他们是慈济照顾户的子女 得奖的项目包括了群请奖 进步奖 特殊表现奖跟校替奖 他可以让我自动自发每一天 我以前是比较不会学习 现在比较勤劳 此季新洋联络部记录着孩子的进步 今年开始每位孩子都有一本 志工每个月的访试也关心学业 助学金我们通常觉得说 只是他拿那笔钱去还他的教育费这样子 但是这个奖励金不一样 让那个学生说 原来我是有得到这样的奖项 志工 志工他们也认同我这方面 这个也是以他们为荣 孩子你做到了 很棒 每个小孩都有无限的可能 志工适当地给予肯定跟鼓励 希望他们都是社会未来的希望 带新闻李佳怡苏特星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